结婚十周年纪念日这天,段锦诚特意早早结束工作,带了一捧曼塔玫瑰回家陪我。 我跟他开玩笑,都老夫老妻了,还送什么玫瑰花? 段锦诚却郑重地看着我,就是因为老夫老妻,才更要送玫瑰花。 听到他的话,我敏纯笑了。 把花递给我后,段锦诚就进了厨房,给我准备纪念日的大餐。 望着他的背影,我收起了唇角的笑容。 恐怕任谁都看不出来,段锦诚已经出轨了吧。 结婚这么久以来,他总是体贴入微,不管是周年纪念日, 还是重要的节日,或者某个很平淡的日子,他都会给我准备惊喜。 他说,他会永远爱我。 我也相信了,直到前几天的半夜里,我从噩梦里惊醒, 想拿起床头柜的手机看一眼时间,不小心拿成了段锦诚的手机。 他没有设置密码,我很轻易地就点了进去。 我从来没有查过段锦诚的手机,点进去后,我却愣住了。 页面停在微信的聊天框上,就在睡前,他还在跟一个备注林月的女人聊天。 林月这个名字我认识,是段锦诚的初恋。 我以为,他们早就不联系了。 聊天记录的最后,林月给段锦诚发了条语音。 我戴上了耳机,点开了语音。 他的声音染着哭腔,格外惹人心疼。 阿诚,要是你没结婚,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 段锦诚也回了他一条语音。 我垂下眼帘,过了好几秒,才点开他的语音。 段锦诚的声音依旧温柔。 傻瓜,现在我们也有机会。 那一刻,我头脑空白。 在眼泪掉下来之前,我却扑哧一下笑出了声。 谁能想到呢? 跟我相守十年的枕边人,已经背着我拾起了旧爱。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着,而是看完了他们的聊天记录。 原来,早在一年前,他们就有了联系。 林月调到了我们的城市工作,就顺理成章地加了段锦诚。 起初,两人的对话还是克制又彬彬有礼的。 慢慢地,林月却开始跟他讲述工作中的委屈,也讲述自己不太健康的身体,乱七八糟的人际关系。 段锦诚耐心地回复着他的每一条消息。 我翻了番聊天记录,目光定格在了前几天的消息上。 那时候,段锦诚耳忙着出差,连我的消息都没回,林月让他帮忙带特产,段锦诚却回了个好。 林月列了七八样特产,段锦诚也没有嫌麻烦,只是说他会带回来的。 面对眼前密密麻麻的聊天框,我有些自嘲。 最终,我没有质问段锦诚,也没有歇斯底里地把他推行咒骂他,而是把他们的聊天记录备份给了自己,接着假装什么都不知道,把他的手机塞到了床头柜上。 老婆,吃饭了。 段锦诚的声音把我的思绪拉回了现实。 他端着一碗鱼汤,放在了桌上,笑着催我去洗手。 昏黄的顶灯散发着柔和的光韵,硬衬得段锦诚的身姿格外挺拔。 我记得,有人用玉树林峰这个词夸奖过他,说他永远是温润的,有股光明磊落的劲。 洗完手后,我坐到了桌边,看他给我夹菜。 他还记得我喜欢吃虎皮尖椒,给我夹了很多。 但今天,我没什么胃口。 段锦诚注意到了我的不对劲,突然起身探了探我的额头,问我是不是发烧了。 我摇了摇头,只是抬起头看向了他。 段锦诚,你说,七年之痒是真的吗? 他愣了下,似乎没想到我会问这个问题。 几秒后,段锦诚轻轻笑了。 他弹了下我的额头,看什么电视剧了吗? 怎么突然问这个? 别人我不知道,但我一定不会。 他的眼底依旧满是深情。 好像跟初恋说,现在我们也有机会的人,不是他。 段锦诚的话,严肃而又认真。 宋吴,如果我没有让你感受到我的爱,那一定是我的错。 听听,多真诚啊。 我都快要信他了。 我扯出了抹牵抢的笑容。 现在的气氛勉强算是融洽,段锦诚似乎想低头亲我, 我却不动声色地向后痒了痒。 在这时,段锦诚的手机响了。 他拿出了手机,眼底闪过一丝心虚,只说去接个电话。 很快,段锦诚就去了阳台。 家里的隔音还不错,但我隐隐能听到段锦诚的话。 你在哪? 我现在去陪你。 我瞥了一眼时钟。 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 能这个点让段锦诚去做陪的,不用想也是林月。 突然间,我有些好奇,段锦诚到底会用什么借口离开家, 去找林月呢? 没过多久,段锦诚就神色匆匆地抓起了沙发上的外套, 说他要去工作。 我脸上的笑容未变,目送他离开了家门。 这不是段锦诚第一次说谎了, 在看他跟林月的聊天记录时, 我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有时间,段锦诚是真的去处理工作。 但为了见林月,他也跟我撒过很多次谎, 说他要去工作。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到现在, 我已经分不清TU他说的话到底出自假意, 还是真心了。 结婚前,我知道段锦诚谈过几段恋爱, 但我从未想过他还会再跟初恋产生关联。 这个世界也真是奇妙。 我这么相信段锦诚, 命运却跟我开了个玩笑。 当晚,我一夜未眠, 因为段锦诚出去了整整一夜, 拨他的电话也拨不通。 凌晨时,我揉了揉有些酸胀的眼眶, 决定出门买份早饭。 我们小区里没有卖早饭的地方, 我便绕了条街出去。 谁知,刚走到小区门口, 我就看到段锦诚。 准确来说,段锦诚的身边还站着一个女人。 她穿着修身的连衣裙, 扎着半丸子头, 看起来跟我差不多大。 我扫了一眼她的脸, 几乎可以确定, 她就是林月。 阿诚,这个给你。 林月的嗓音有些清脆, 她将自己手腕上的一只手链给了段锦诚。 我清楚地看到,段锦诚愣了下。 片刻后,她还是接过了手链, 戴在了自己的手腕上。 面对这么一幕荒诞的情景, 我的心脏有些闷闷的。 毕竟,我跟段锦诚一起走过了十年。 十年,她占据了我的太多回忆。 想要从这段感情里抽身, 不是什么太简单的事情。 但我知道, 我总得面对一些事情的。 叹了口气后, 我面色如常地去买了早饭, 接着回家冲了个热水澡。 再为男人生气, 也不能真的把自己气着。 我咬了口小笼包, 却觉得它的味道有点变了。 这家早点铺的小笼包很好吃, 第一次吃的时候, 还是段锦诚带我去的。 一吃就是十几年。 变味的哪里是什么小笼包, 分明是我跟段锦诚的感情。 吃了几个小笼包后, 我没了胃口, 慢慢把塑料袋口扎了起来。 我刚把收拾起来小笼包, 就听到了开门声。 是段锦诚回来的。 见我居然坐在餐桌边, 他的表情有些诧异, 问我是不是刚起床。 我点了点头。 段锦诚立刻跟我道歉, 说昨晚的十周年没有让我开心, 他要补给我一个十周年。 没事,不用补, 我摇了摇头。 这不是客套, 我是真的不想跟他过十周年了。 段锦诚却依旧在跟我道歉, 不停地说着对不起。 我拗不过他, 看他在手机下单了两张海洋馆门票说要带我去玩。 最后, 我还是没拒绝。 这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去海洋馆了。 离婚是早晚的事。 段锦诚是开车带我去海洋馆的。 在我坐到副驾上时, 段锦诚下意识地帮我系好了安全带。 我一动不动, 任由他帮忙。 就在这时, 段锦诚注意到了我空荡荡的无名纸。 他愣了下, 你把婚戒摘了。 其实我是前段时间在看到他和林月的聊天记录时摘的。 但毕竟这枚戒指被我戴了快十年, 哪怕摘掉, 我的无名纸上也有一圈戒指留下的印痕。 我恩了生, 带着有点麻烦, 就摘了。 段锦诚不宜有他, 只是点了点头。 我扫了下他手腕上的手链。 很典雅精致的款式, 看起来的确是段锦诚会喜欢的类型。 一路上, 我都没有说话, 只是闭着眼睛休息。 来到海洋馆以后, 我跟段锦诚一前一后走了进去。 今天是周六, 海洋馆门口排队的人很多。 过了一个多小时后, 我们才捡完票。 段锦诚的兴致很高, 不停地问我还记不记得这家海洋馆。 当然记得我抬手摸上了玻璃, 注视着里面的水母。 刚恋爱时, 我跟段锦诚是来过这里的。 特定的场景很容易把人卷入某段回忆里。 那时候, 海洋馆的规模还没现在这么大, 设施也有些简陋。 我跟段锦诚却在里面看得不亦乐乎。 在海洋馆的走廊上, 我们接了吻。 一片碧蓝色的光影中, 我天真的以为, 我们会一直幸福下去。 如今故地重游, 我已经三十多岁了, 早就没了当初对爱情的幻想。 我专心致志地盯着各种海洋生物, 段锦诚却还在说话。 突然之间, 他停下了脚步。 我疑惑地抬起头, 顺着他的目光看向了一边。 我明白了段锦诚突然停下的原因。 不远处, 林月就站在那边。 他穿着深白裙, 对着段锦诚一笑。 两人对视了片刻, 又错开了视线。 段锦诚收回了目光, 冲我一笑, 前面有海豚, 你不是喜欢看吗? 走。 他牵起了我的手, 向前走去。 我用余光贴了一眼身后, 林月就不远不近地 跟在我们的身后。 偶尔, 段锦诚会跟林月对视。 他们像是拥有某种 心照不宣的秘密, 而我则被排除在这个秘密之外。 这个海洋馆的回忆 还是插进了第三个人。 我顿了下, 把自己的手抽了出来。 段锦诚似乎没想到我停下, 有些疑惑地看向了我。 段锦诚, 我不想继续逛了。 回去吧, 我平静地看着他。 段锦诚的表情僵了下, 似乎在犹豫, 但他还是点了点头。 我们两个人按原路 开始往回走, 这一次他也没有再找话题, 我们两人之间 只剩下了沉默。 我没再看林月在哪里, 只觉得这个十周年 无聊透顶。 就在我们快要走出海洋馆时, 不远处忽然传出了一声惊呼, 掉了, 快掉了。 我下意识抬起头, 看到了头顶上方摇摇欲坠的广告牌。 最近似乎有什么活动, 海洋馆在顶上挂了一幅很大的广告牌。 现在, 这幅广告牌却很快就要掉下来了。 我下意识握住了段锦诚的手, 想要带他往远处跑。 谁知, 段锦诚却猛然正开了我的手, 他向另一个方向跑了过去。 我这才注意到, 那边有林月, 他被裹挟在骚乱的人群里, 一张脸吓到了发白。 段锦诚一把牵住了他, 我收回了思绪, 跑向了另一边。 恍惚间, 我想起了我跟段锦诚的第一次见面。 当时, 我去其他城市旅游, 附近的商业街在举行什么活动, 人群挤来挤去。 在人潮汹涌中, 我的眼镜被挤掉了。 我的近视度数不算的确, 眼镜一掉, 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 最无助的时候, 是旁边的段锦诚护住了我。 蹲下身, 捡起了我差点被踩断眼镜腿的眼镜。 他擦了擦眼镜上的灰尘, 帮我戴好了眼镜。 视线刚刚恢复清明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笑着的他。 段锦诚笑得很好看, 这下子就能看清了吧。 今天发生的事情, 像是当初的场景复刻。 只不过, 这一次, 段锦诚没有再护着我, 而是跑向了林月。 幸好, 广告牌没有真的坠落, 工作人员也很快就赶来了。 一片混乱中, 我的脚崴了下。 而段锦诚仍然抱着林月, 以一个绝对保护的姿态护着他。 我慢慢地向他们走了过去。 一见到我, 段锦诚就慌忙松开了林月。 他醋了醋眉, 试图跟我解释, 宋无, 我指示。 我抬起了头, 打断了段锦诚的话。 段锦诚, 其实我都知道了。 你跟林月的聊天记录, 我也看到了, 我一错不错地盯着段锦诚, 说出了我早就想说的话, 离婚吧, 段锦诚。 原来, 这句话也可以这么轻松地说出口。 我本来以为我会难过的, 但我没有。 想到跟他离婚, 我居然会觉得解脱。 段锦诚张了张口, 似乎有些措手不及, 林月的脸色煞白, 但我还是能注意到他拼命压下的唇角。 他在开心。 我淡淡地收回了目光, 低头看了一眼角尖, 段锦诚的声音染上了一丝哀求, 宋吴, 我们回去说。 我摇了摇头, 财产分割很好做。 离婚吧, 段锦诚。 他似乎还想说什么, 林月却忽然咳了声, 他皱了皱眉, 跟段锦诚说他好像有些不舒服, 想去医院。 段锦诚咬了咬唇,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还是带着林月走了。 临走前, 段锦诚只跟我说了一句话, 回去再说, 可哪里还有什么回去再说? 回去? 回哪里去? 过去是回不去了, 我们的家也不再是我们的家了。 我一个人回了家, 处理好了扭伤的脚踝, 丢掉沾着点符的棉签后, 我就收拾好了行李。 他的聊天记录我都存着, 如果真要闹到要打官司的地步, 这也是可以当成堂共证的。 结婚这么久, 我不太习惯一个人的生活, 但这些事情总要习惯, 我从来都不是非段锦诚不可, 也不会为了他要死要活, 只不过我还是会有点难过, 很快我就租好了新的房子。 我跟段锦诚的房子距离他的公司更近, 我平时通勤一般需要一个多小时, 我新租的房子就在公司附近。 虽然不大, 但够一个人生活。 等我搬完家时, 已经是凌晨两三点。 我抹了把额头上的汗水, 打开手机后, 我发现段锦诚给我打了十几通电话。 我没有回电话, 只是打开了微信给他发消息, 有什么微信上说就好了。 财产分割我已经列好了表, 你看看有没有问题。 要是没问题, 我们明天去民政局, 把婚离了吧。 段锦诚是在线的, 聊天框上的对方正在输入中持续了很久。 我把手机丢在了一边, 准备处理会儿工作。 几分钟后, 段锦诚拨了一通语音电话过来。 我按下了接听键, 却仍然盯着电脑。 手机那端只有段锦诚的呼吸声。 片刻后, 他笑了声。 这声响听起来有些自嘲, 带着些破罐子破摔的意味。 宋吴, 如果我说, 林月的身体出了问题, 我跟他说, 现在还有机会, 不过是为了安抚他, 你会相信我吗? 我按了按鼠标, 点开了一个数据报表。 突然间, 我的心里好像被某些酸酸胀胀的情绪强行填满了。 我输了口气, 可是段锦诚, 身体的本能是骗不了人的。 他在海洋馆里对林月的心疼不是假的。 他把我丢在了摇摇欲坠的广告牌下, 跑去抱住林月也不是假的。 语言可以骗人, 表情可以骗人, 唯独身体的本能反应骗不了人。 段锦诚不再说话了, 他只是跟我道歉, 说对不起。 宋吾, 我从来没想过跟你走到这一步。 你说, 我们怎么就这样了呢? 段锦诚的声音很轻。 我只是在想, 段锦诚是真的没想过, 我们会走到这一步吗? 在他跟林月无话不说, 接受林月是好, 也对林月是好的时候, 他对我们可能离婚的未来是真的一无所知吗? 绝对不是, 只不过他侥幸着, 觉得我们不会闹这么难看的。 但他低估了我对我们之间感情的期待, 正因为有期待才会难过, 才会这么想结束。 半晌后, 段锦诚低声答了句好, 但他说, 林月还在住院, 他可能走不开, 得过几天再离婚。 对于这件事, 我倒是没意见, 反正我们现在在分居, 也跟离婚没什么区别了。 他挂了语音通话, 结束工作以后, 我伸了个懒腰。 就在一年前, 我跟段锦诚还约好, 等休年假的时候, 要一起去爬雪山。 段锦诚认认真真的 把这个约定 记在了备忘录上, 之后他就一直在忙。 后来, 林月来到了他的身边, 我们也没什么以后了, 天色已经不早了, 准备去休息前, 我的手机叮咚了声。 我原本以为是工作消息, 等看到那个熟悉的头像时, 我才意识到, 林月向我提交了好友申请。 我面不改色地点了通过, 林月几乎是立刻 给我发了条消息, 能出来聊聊吗? 我正了下, 忽然, 我想起了海洋馆那天, 他脸上遏制不住的笑容。 他知道段锦诚有妻子, 他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握着手机沉默了会儿, 打出了一行字, 有时说是, 发完消息后, 我就去休息了。 我本来以为这一觉, 我会睡得很糟糕, 但事实是, 我甚至都没有做梦, 而是一觉睡到了天亮。 起床后, 我也没收到林月的消息, 我只当他打消了, 让我出来跟他谈谈的念头。 但在傍晚时, 我刚离开公司, 就看到了林月的身影。 他就站在公司门口, 戴着一只口罩, 目光锁定着 进进出出的人群。 见我出来, 他直接走到了我的身边。 当众拉扯不是我的作风, 见他执意要谈, 我还是选了 公司附近的咖啡馆。 刚刚落座, 林月就摘掉了口罩。 他的肤色苍白到近乎透明, 眼底却潜藏着 止不住的幸灾乐祸。 在上下扫了我几眼后, 林月这才淡淡开口, 宋小姐的确跟我有三分神似, 难怪段锦诚会跟你结婚这么久。 我眼皮一跳, 预感到 接下来林月说出口的话 会让人无比难堪。 果不其然, 他抿了口碑中的咖啡, 就继续说了下去。 段锦诚给我讲过你们的初遇, 跟我和他的初遇很像。 难怪他当时会对你一见钟情, 原来是在你的身上看到了我的影子。 林月依旧是一幅胜券在握的表情。 原来, 他跟段锦诚也相遇于一个古城, 两人都是刚读大学的年轻背包客, 林月的相机掉在地上摔坏了。 段锦诚就送给他了一个新的相机。 所以说, 林月一字一顿地看着我, 段锦诚之后的女友都跟我有些相似。 初恋的含义, 想必宋小姐明白, 我就不多说了。 我闭了闭眼, 兜兜转转了一圈, 林月的目的不过是来提醒我, 我跟段锦诚的回忆都是子虚乌有, 就连我印象深刻的相遇, 都是他在注视着别人的影子。 原来, 我只是林月的替身啊。 这些天里, 接二连三的打击已经提高了我的预知。 我说过, 有期待才会有失望。 但我对段锦诚已经毫无期待了, 所以, 我并不难过, 也不难看。 大大方方的喜欢从来不是什么值得被嘲讽, 被取笑的事情, 心怀鬼胎的那一方才应该难看。 眼看着已经快要到晚上八点, 我推了推面前的咖啡杯, 表情未变, 说完了吗? 说完了我就走了, 原本不断试探着我的林月突然不说话了。 他深深地看着我, 似乎在掂量, 现在的我是真的平静, 还是在强装镇定。 也好, 林月抢先一步截了账, 对我露出了一个明媚的笑容, 我没跟阿诚说我出来了。 再不回病房, 他就等急了。 我没拦他, 既然他想结账, 我拦着干什么? 说完这句话后, 林月就拎起了包, 我没再盯着他的背影看, 而是静止离开了咖啡馆, 回了出租屋里。 得知段锦诚和林月的故事后, 我有些自嘲于自己居然活生生浪费了十年光阴在段锦诚身上, 但时间浪费都浪费了, 我更庆幸的是, 离婚以后, 我跟段锦诚就不会再纠缠在一起了。 我没想过, 这是我跟林月见到的最后一面。 几天之后, 段锦诚就哭着来找到了我。 他告诉我, 林月死了。 段锦诚敲响我的家门时, 我只当他是来跟我办离婚手续的, 便准备去抽屉里拿一下证件, 但他拦住了我。 我没见过这样的段锦诚, 他看起来颓唐又绝望, 看起来段锦诚似乎想走进我的家门来看看, 但我只是站在门口, 挡住了他若有若无的视线。 我不再允许段锦诚窥探我的生活了。 下一秒, 他弯了弯腰, 眼泪掉了下来。 等段锦诚开口时, 我才意识到他的嗓子哑得可怕。 宋吴, 林月死了。 我, 只有你了。 听着他的声音, 我默然地想, 哦, 原来在他眼里, 林月也是他的。 但我还是抽出了一张纸巾递给他。 这幅画面荒诞至极, 段锦诚在因为初恋的死而伤心, 身为他妻子的我则避给了他一张纸巾, 叫他先擦擦眼泪。 林月是自杀, 自杀在他的最后一场手术前。 段锦诚看起来一幅失魂落魄的模样, 我的表情却冷漠依旧。 我实在是做不到为了不相干的人流泪。 等段锦诚擦掉眼泪后, 我晃了晃手里的结婚证和身份证, 提醒他, 我们可以去领离婚证了。 段锦诚的眼泪就这样再度绝了滴。 他哭着求我, 说他再也不会这样对其他人, 只求跟我不离婚。 求求你了宋吴, 我真的只有你了, 你也是爱我的, 不是吗? 十年, 你怎么可能说丢掉就丢掉, 我还会像以前那样对你的, 我会给你每天买曼塔玫瑰, 每天给你做虎皮尖娇。 段锦诚哭得断断续续, 看着气不成声的段锦诚, 我有些怜悯地想, 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不能因为他对我好过, 就原谅他的精神出轨, 哪怕他跟林月在身体上的确没有发生过什么, 但他心里的天平早就倾斜给了林月。 我们的过去已经千疮百孔了, 哪里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事情呢? 我一个人也可以买曼塔玫瑰, 也可以给自己做虎皮尖娇, 我没必要为了一些小事, 就跟他重蹈覆辙。 段锦诚卑微地牵了牵我的衣角, 不断重复, 说他真的知道错了。 我半退了一步, 他的手就这样僵在了空中, 领离婚证去吧, 我偏了偏头, 轻声开口。 现在明明是夏天, 午后的阳光却苍白破碎到了失真的地步。 阳光投下窗戈, 落在我跟段锦诚之间, 像是划分了一条清晰的楚河汉界。 他终于不再说话了。 段锦诚应该意识到, 我不是在跟他闹别扭, 也不是在等他给台阶, 我是真的什么也不要了。 这十年就当送他了。 两久后, 段锦诚答了句号, 他开车带我去了民政局。 这次, 我还是坐在副驾, 却跟之前的心境完全不同了, 办理离婚证的手续很快。 走出民政局后, 我跟段锦诚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离开了。 我听到段锦诚在喊我的名字, 他说他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离开他了。 他叫我阿妩, 说他错了, 我没有回头。 段锦诚很少叫我阿妩, 今天算是这几年里的第一次。 同床异梦了太久, 我都忘记他第一次喊我阿妩时, 我是怎样的反应了。 我眨了眨眼睛, 风很大, 以后的路, 我就真的只有一个人走了。 得知我离婚后, 身边的朋友们也劝过我。 在他们眼里, 段锦诚愿意推翻我的财产分割计划, 净身出户离婚, 说明他对我还有感情。 他对林月就是可怜吧, 怎么会真的爱上他? 不少人都跟我说过这句话, 我只是摇了摇头, 不是林月。 我们离婚的原因, 从来都不是林月。 段锦诚知道我介意什么, 他也知道做什么事情不对, 但他还是做了。 哪怕没有林月, 未来也可能会有别人。 离婚固然难受, 但却是唯一永绝后患的好办法。 在升职加薪了两次后, 我也决定去其他城市了。 公司要开分公司, 我决定去那边。 离开这座城市时, 我又一次去吃了小笼包。 这一次, 我忽然觉得小笼包还是原来的味道。 它还是小笼包, 其实哪里都没变, 从头到尾, 发生改变的只不过是我的心境。 不少人在听说我离婚后 想给我介绍相亲, 我都一一拒绝。 我是真的, 不想再重蹈覆辙了。 被段锦城折腾一次已经够了。 我不想再往火坑里跳了。 我本来以为, 我跟段锦城井水不犯河水, 这辈子, 我都不会听到和他有关的消息了。 尤其是身处不同的城市, 交际圈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我更不会特意去打听他的消息。 谁知, 过了几年后, 我还是听说了他的消息。 段锦城死了, 他在爬雪山时遭遇了雪崩。 提起这件事时, 朋友们有些唏嘘, 我的嗓子好像有些紧, 他是什么时候死的? 大概半年前吧, 好像有报道来着, 你看日期。 看到报道时, 我意识到, 他在我们结婚纪念日那天去爬了雪山。 他固执地遵守了在我这里算是作废的约定。 我没有对这件事发表评价, 只是在夜深人静时, 我打开了微信, 翻出了跟他的聊天框。 他的朋友圈一片空白。 毕竟, 段锦城从来不发朋友圈。 突然, 我的目光一停。 我注意到, 段锦城换了头像。 什么时候换的? 我不知道。 应该是在离婚后的某一天。 在点开他的U头像后, 我发现, 那是一张手部的自拍。 他拍了自己的婚戒。 我没带走我的那只婚戒。 我抿了敏唇, 关掉了他的朋友圈。 没关系, 我们已经离婚了。 明天? 又是崭新的一天。 番外, 林月视角。 工作发生变动后, 我去医院做了个体检。 胃癌晚期。 我才三十出头, 就胃癌晚期了。 在医院的走廊上哭作了半天后, 我忽然做出了个疯狂的决定。 我要把段锦诚加回来。 其实, 我知道他已经结婚了, 但我只是不甘心。 我不甘心自己不好过, 他却可以过得很幸福。 明明我们也是差点就能谈得更久的。 在变成疲惫的大人前, 我跟段锦诚是幸福过一段时间的。 我知道, 我的想法很自私, 但此刻, 我只有一个愿望。 我要得到段锦诚, 哪怕手段肮脏, 我也认了。 就这样, 我加上了段锦诚, 开始跟他无话不说。 俗话说, 一个巴掌拍不响, 段锦诚开始慢慢回应我。 我一边希望他回应我, 一边又希望他把我推开, 坚定地站在他妻子那边。 段锦诚给我发那条 现在也可以的语音后, 我抓着手机愣了半天, 才后知后觉地发现, 其实, 我并没有那么开心的。 我能得到他, 并不是说明我是多好的人, 只是说明他是个背叛妻子的烂人而已。 但我已经做到了这一步, 之后的事情更像是我的蓄谋已久。 我认得宋武长什么样? 在给段锦诚递手链时, 我看到了他, 他看了这边一眼就走了。 但我确定, 宋武看见这一幕了。 海洋管理时, 我更是变本加厉。 我承认, 在段锦诚扑向我时, 我觉得自己赢了。 我总是在输。 升职加薪的名额我总是得不到, 家人也总是指责我不够努力, 好像不管怎样, 我的运气都差点意思。 至少这一次, 我赢了。 段锦诚选择了我, 那时的我还在暗自窃喜, 却丝毫不知道命运会指引我去往哪里。 我以为我赢了。 后来, 我才知道, 我输得彻彻底底。 我约了宋武出来, 目的不过是宣誓主权。 但很快, 我就意识到了一点, 宋武根本不在乎。 他不在乎段锦诚, 也不在乎我, 就连我至死都在意的感情, 他也不在乎。 那段关于我跟段锦诚的初遇, 其实是我编的。 我们的初遇平平常常, 根本不值一提。 但看起来, 宋武信了, 可我还是输了。 注视着他离开的背影时, 我才意识到一件事, 宋武他根本就没把我当过对手, 从始至终。 一直纠结着和段锦诚感情的人, 只有我一个。 宋武什么都不在乎, 我偷听到了医生的话, 原来, 我的手术只有一半的几率成功。 五五开。 我想, 我已经筋疲力竭了, 人总被年少不可得之物, 困其一生。 我选择主动结束自己的生命。 在吞下安眠药之后, 我恍恍惚惚地明白了一件事。 这辈子, 我做了太多的无用功。 我哭守着一段不算美好的回忆, 为了守护这段回忆, 做了太多违背原则的事情。 其实, 这不过是一场徒劳的克州求见。 死亡前, 我抬起手, 似乎是想抓住什么, 但什么也没抓住。 我想抓住什么呢? 就连我也不知道。 在自我介绍时, 段锦承是这样跟我说的。 我的名字吗? 出自一首诗, 锦承虽云乐, 不如早还家。 可惜, 他不是我的锦承。 我闭了闭眼, 我也已经, 无家可归了。 故事二, 时序的白月光奖瑶回国了, 这是我听说了。 但我没想到, 他居然以公司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在时序的办公室。 更没想到, 时序叫我进来, 是让我这个总裁特助亲自负责他的工作和私人生活。 瑶瑶刚回国, 身边没有的用的人, 你先带他一段时间, 等我找到合适的助理再说。 时序说这话的时候, 语气平淡, 一副公事公办的表情。 我深吸一口气, 多年培养出来的职业素养, 不允许我将私人情绪带入工作。 抱歉, 我手里还有很多项目, 没有时间照顾蒋小姐的工作行程, 请您另请高明吧。 时序拧起眉头。 简特助, 你的工作能力, 公司上下有目共睹, 不过是顺手照拂一下的事, 你何必摆出这副样子。 蒋瑶楚楚可怜, 既然简特助这么忙就算了吧, 我也不是很着急, 时序你别生气。 时序脸上的怒气散去, 他轻声细语道。 不行, 瑶瑶你太单纯了, 名利场太复杂, 什么样的牛鬼蛇神都有, 稍不留神就会吃亏, 得找个做惯了的人跟着, 不然我不放心。 简特助一路摸爬滚打上来, 公司里没有比他更擅长应付这些的了, 有他在前面开路, 你才能一路畅通。 蒋瑶不说话了, 手还在扯着石序的衣袖, 眼神却滴溜溜转向我。 我定定地望着石序, 石总, 不好意思, 这差事我做不了。 石序怒气冲冲, 简书, 认清自己的位置, 我是你老板。 我说, 让你做你就得做。 我的眼神扫过蒋瑶, 他的眼里滑过一丝得意, 就像二十年前他穿着粉色公主裙, 与我遥遥相望, 中间隔着一滩辛红的血。 我平静地解下胸牌, 我不干了。 推门走出的时候, 身后传来杯子光当摔碎的声音, 伴着时序的怒吼。 简书, 你今天走出这个门, 就别回来了。 外间的员工们面面相去, 尽若寒蝉, 彼此只敢用眼神交流。 我手下的小梦探过头来, 小声问道, 简特助, 发生什么事了? 你真要走啊? 从来没见时, 总发这么大的火, 公司是不是陷入什么麻烦了? 其他人虽然没说话, 但耳朵都悄悄竖起来。 一个公司要想长久稳定, 醉际高层内部动荡, 员工内心惶惶。 这家公司是我陪着时序一手创办的, 灌注了我十年的心血, 才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 不能因小失形差踏错。 我用眼神安抚一脸担忧的下属, 与公司无关, 使我和时总在私事上间接不同。 路上时序打了恩回电话, 都被我摁断了。 我想象着对方暴跳如雷的模样, 感觉神清气爽。 原来不接别人的电话, 是这种滋味。 难怪过去时序经常不接我的电话, 偷得浮生半日闲。 我久违地去逛了个街, 创业十年, 我的生活里除了时序, 就是公司, 这偷来的半天, 几乎是我十年来第一次 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下午。 没有不停打来的电话, 没有风风火火的赶路, 没有低三下四的求人。 没有在酒桌上绞尽脑汁的妙语莲珠, 也没有一杯接着一杯喝不完的酒。 前所未有的轻松自在。 在街头慢悠悠吃了碗热腾腾的米线, 又顺道逛了逛夜市。 到家的时候已经十点多, 时序坐在正对玄关的沙发上, 脸色很不好看。 去哪儿了? 这么晚才回, 我没有吭声, 静止往房间走。 时序恼火地大步走过来, 一把拽住我的胳膊, 将我抵在墙上。 哑巴了? 说你两句脾气那么大, 在一众下属面前给我甩脸子走人, 哪家的助理有你这么嚣张? 我不退不缩。 时序, 除了助理, 我还是你的未婚妻。 时序的表情向被人烫了一下, 语气露出点心虚。 我也没做什么, 我只是想让你给瑶瑶安排一下工作, 她太单纯了, 没有人开路她不行的。 我简直想笑。 十年前, 时序的母亲去世, 十家的产业都被她同父异母的哥哥夺走。 我陪着她白手起家, 三伏天骑着共享单车到处自建, 拉拢客户。 那时候刚大学毕业, 没有半点社会经验, 只能靠诚心和执着打动别人。 被客户冷落, 放鸽子, 刁难, 灌酒都是常有的事。 有些时候, 酒桌上遭遇闲诸手, 委屈和眼泪也只能默默吞下。 如今看似八面玲珑的手腕, 都是在男人的酒桌上一点点磨练出来的。 那个时候, 也不曾有人为我披荆斩棘。 二十三岁的简叔可以自己闯, 三十三岁的蒋瑶为什么不行? 时序不假思索, 脱口而出。 你们怎么能一样? 你从小吃苦吃惯了, 瑶瑶是富洋长大的, 她没见过这些, 你有能力, 帮帮她又怎么了? 我一正, 随即有些心寒。 为什么偏偏选她给公司代言? 你明明知道我与她之间的恩怨, 持续看我的眼神像是看一个无理取闹的小朋友, 她柔柔眉心。 简叔, 你爸爸的事是个意外, 我也很遗憾, 但瑶瑶当时只有十三岁, 她还是个孩子。 我斩钉截铁, 公司代言选谁都可以, 只有她不行。 持续咬牙, 简叔, 你不要得寸进尺, 公司没了你照样转。 公司跟建安公司的合作, 经过数月谈判, 终于达成一致。 次日召开记者发布会, 公布双方合作事宜。 这个项目是我牵头的, 虽然仍在跟持续赌气, 但是关公司, 这种场合我不能缺席。 我游刃有余地 游走在各家媒体之间, 言笑艳艳地与记者们打招呼。 到场记者的姓名和背景 早就被小梦整理出来发给我, 而我也在拿到名单后 第一时间背书了。 发布会开始前, 我安排人给百无聊赖的记者和摄像师 送上精心准备的水和点心, 还送上了专门定制的伴手礼, 礼合上印有公司的logo。 既能表达对媒体的亲近之意, 又为公司做了播无形的宣传。 要知道, 大众媒体时代, 最得罪不起的就是掌握话语权的记者们。 时序对我的安排嗤之以鼻, 他说我剑走偏锋, 静做些无用功。 他侃侃而谈, 说提升公司的实力才是王道, 酒香不怕巷子深。 我每次都是低头聆听, 并不反驳。 时序不是个肯听劝的人, 但没关系, 他看不到的地方, 我来料理。 发布会进行得很顺利, 临近尾声, 时序突然止住 欲起身离场的媒体。 趁着今天的机会, 我还要向大家公布一件喜事。 圣华公司未来三年的代言人 将由青年舞蹈家蒋瑶女士担任。 我正天头跟人寒暄, 彼此交换名片, 听到这话惊愕地朝台上望去。 蒋瑶不知什么时候上了台, 两人目光对视, 情意绵绵。 台下的闪光灯不停闪烁, 按快门的咔嚓声, 此起彼伏。 C, 蒋瑶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礼服, 鸟鸟停停地与时序比肩而立。 他脖子上戴着一串鸽血红宝石项链, 越发衬的肌肤细白如此。 我目光正住, 那是石旭母亲当年送我的订婚信物。 石旭一夜未归。 第二天一早, 蒋瑶挽着石旭站在台上笑得一脸甜蜜的照片在网上疯传。 也不知哪里来的热度, 居然被顶上微博热搜。 打开词条, 底下一水夸赞郎才女貌。 盛华公司的石总, 简直就是现实版的霸总啊。 年轻帅气, 英俊多金, 身材长相每一处都长在我的心巴上。 蒋瑶是不是去年在国际赛事上拿奖的那位舞蹈家呀? 她长得好美好, 有气质, 跟石总站在一起好般配。 有没有人觉得蒋瑶戴的项链有点眼熟啊? 好像在哪里见过? 有人甩出一张慈善晚宴的那部照片, 照片里石旭母亲戴着那条割血红项链。 大大方方地对着镜头笑。 那是她出车祸的前一年。 破案了破案了, 刚从俄祖过来, 蒋瑶和盛华的石总在大学时就是一对。 后来蒋瑶追求舞蹈梦想出了国, 石总就默默在国内创业等她回来。 十年已过, 如今两人顶峰相见, 再续前缘。 老天, 这是什么神仙爱情? 无风不起浪。 石旭一个混迹商业版面的人, 她的绯闻热搜, 却突然铺天盖地。 幕后得力之人, 昭然若揭。 但老总绯闻这样的热度, 对公司没有半点好处。 我再次尝试拨石旭的手机, 依旧没人接。 我正要挂断, 电话突然接通了, 对面传来蒋瑶娇滴滴的声音, Z。 简特助, 不好意思, 石旭刚去洗澡了, 你有什么事吗? 我待会儿让她回你啊。 我默了默, 把热搜撤了, 对公司影响不好。 蒋瑶在那头清脆地笑出声, 简叔, 别拿公司做借口, 你不就是怕我和石旭复合, 把你的位置挤掉吗? 我告诉你, 你不要痴心妄想, 石旭身边站着的只会是我, 你一个翻垃圾为生的, 要不是好命被石家收养, 这辈子连给他擦鞋的份都没有。 说起来, 你还得感谢我, 要不是我。 你怎么可能被石家收养? 我捏紧手机, 谢你什么? 谢你忘恩负义, 害死我爸吗? 门咖的一声清响, 石旭的声音从那头隐约传来。 瑶瑶, 我洗好了, 你快去洗吧, 谁的电话? 蒋瑶语气轻快, 没什么紧要的, 推销电话。 你过来, 我给你把头发吹干, 你这样湿着头发, 以后老了会头疼的。 时序语调暧昧, 到时不是还有你吗? 我问断了电话, 这时小梦的电话打进来, 简特柱, 公关部同事问须不需要出手降热搜。 我垂下眼看了看床头空空如也的首饰盒, 那里原来装着一条歌血红, 不必了, 石旭回来的时候, 我刚好把行李收拾好, 一进一出, 恰在狭小的玄关里相遇。 石旭有些惊恶, 你这是要去哪儿? 我平静道, 麻烦让让, 房东还等着我去签约。 他眉头皱起, 一脸不耐。 你又要闹哪出? 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妥协吗? 不管你愿不愿意, 讲谣代言人的身份已经在媒体跟前过了名路, 你在闹也没法改变了。 我摇摇头, 不重要了, 你以后想选谁就选谁, 我再也不会干涉了。 他神情一正, 你什么意思? 我认真道, 石总, 辞职信我过几天就正式提交给你, 家里的东西我也收拾干净了。 不该带走的我一样没拿, 你可以去房间里查看, 以后你我两不相干。 他脸色沉下去, 你用辞职威胁我。 简叔, 你一向通情达理, 我就搞不明白了, 你怎么就对瑶瑶有这么大的敌意? 不就是一个代言人吗? 你怎么就容不下? 我纠正他, 不是威胁, 是通知。 我做不成石总口中的圣人, 我和蒋瑶之间隔着我父亲的一条命, 我做不到与他朝夕相对。 石总的选择, 我无权干涉, 好在我能选择自行离开, 眼不见为净。 我推着行李箱往外走, 却被石旭一把拽了回来。 Z, 他咬牙切齿, 就算辞职, 你也得留在家里, 你别忘记你答应过我妈要照顾我。 我气笑了, 石旭, 周八皮都没这么能剥削的。 是, 你妈养了我十年, 可我也还给了你十年。 我今年三十三了, 女孩子最好的十年已经在奔波中消磨光了, 你要是还有点良心, 就别拿恩情要挟我, 放我离开。 我推开她往外走, 她气急败坏。 婚约呢? 你别忘记, 我们还有婚约在身。 我与石旭的婚约, 是在石旭母亲的病床前定下的。 在石旭舅舅一家的见证下, 她母亲亲手将那串家传的歌血红宝石项链交到我手上。 从此, 我就成了石旭不为人知的未婚妻。 只是十年来, 石旭从来没提起何时履行婚约。 每次她舅舅问起, 她也总是想方设法搪塞过去。 如今蒋瑶回来, 她就迫不及待地要向全世界公开她炽热的爱意。 曾经因为恩情, 想赌上爱情和人生。 只是如今庄家不守信, 我似乎也没必要再在这场毕书的赌局里空耗青春。 我顿住步子, 石旭, 忘记婚约的那个人, 从来不是我。 石旭气得厉害, 脸色煞白。 简叔, 你真的要走。 我告诉你, 你一定会后悔的。 你已经不年轻了, 除了我, 没有人会要一个三十三岁的女人。 熟悉的人, 总知道扎在哪里伤口最疼。 我摸了摸, 石旭语气软化了些。 简叔, 别闹了, 我会跟你结婚的, 摇摇她, 等合同满了, 我就把她安置到别的地方, 再不出现在你面前, 好不好。 别闹脾气了。 她走上前, 将我拥在怀里。 一股清新的沐浴液的味道, 萦绕在我鼻端。 有点反胃, 我靠在她的胸膛上, 滴滴笑出声。 一个贤妻, 一个美妾, 时总是想享受其人之福吗? 不好意思, 我不愿意。 石旭的身体僵了僵, 我推开她, 打开门。 石旭在我身后冷冷道。 简叔, 你以为自己很了不起, 我离不开你是吧? 我告诉你, 做人别太清高。 男人和女人的市场价值不一样, 我站出去, 有的是年轻漂亮的女人, 往我身上扑。 你呢? 三十三了, 一枚情趣二不温柔, 再过两年生孩子都属于高龄产妇了, 没有人会喜欢的。 你平时挺聪明的, 我劝你认清现实, 不管你愿不愿意相信, 我是你能找到的最好选择。 简叔, 我看在多年情分上放低身段, 你不要不时抬举, 今天走出这个门, 我就不认这个婚约了。 我提起行李箱, 头也不回地迈出门。 时序气急败坏, 性简的, 走了就别回来。 我等着你后悔那一天, 我将辞职性寄到公司, 转头开始创办自己的公司。 男人会辜负你, 但实实在在付出过的汗水和努力不会。 十年跌跌撞撞闯过来, 曾经的伤口都化成了资历。 我拿出全部积蓄, 招兵买马, 很快建起一个工作室。 只是工作室要扩大规模, 还需要大量资金。 海盛集团的刘总早前多次想从盛华将我挖走, 都被我婉拒, 如今得知我另起炉灶, 特意将我带到投资商云集的饭局。 他拍着大肚男, 笑得像尊弥勒。 圣华留不住简小姐, 是他的损失, 像简小姐这样有能力的人, 早晚会扶摇直上, 我不过是提前锦上添花。 进了包厢, 才发现楚穗男也在。 我有点意外, 楚穗男是娱乐圈的三金影帝, 也是公司的前任代言人。 他演技精湛, 观众缘极好, 为人却很低调, 轻易不参与拍戏之外的事情。 当初他与公司的代言合同, 是我切而不舍地磕了好久才谈下来的。 他的家蒙进一步打开了圣华的知名度, 如今却被时序轻易放弃。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 不知船局的人怎么想的, 以楚穗男的咖位, 位置竟与我相邻。 四目相对间, 他微微一笑, 眼中灿然有光, 简小姐, 好久不见。 中国人的生意, 一多半是在酒桌上谈成的。 我有求于人端着酒杯轮番敬酒, 酒量这个东西是慢慢锻炼出来的。 时妈妈在世时, 我和时序背靠大树好乘凉, 跟在她的身后。 遇见的人一个比一个善解人意。 后来她意外离世, 家产被夺, 身边的人一个个秃地变了张面孔。 他们将十只酒杯一字排开, 摆在时序面前, 神情傲慢。 时序, 你不是傲得很, 瞧不上我们吗? 今天喝了这赔罪的酒, 往日恩怨一笔勾销。 时序脸色铁青, 身板挺得笔直。 值得太过, 仿佛一根随时会被风吹折的兽竹。 我越过它, 拿起酒杯仰头喝下, 一杯接一杯。 烈酒入喉, 一路从喉管烧到位, 火辣辣地疼。 我憋回眼泪, 努力挤出笑容。 周总, 从前是我们年纪小不懂事, 您大人有大量, 别往心里去。 如今我早不是那个会被酒辣到冒泪的小女生了。 石碑还不够第一轮的寒暄。 敬完一轮回到座位, 没吃两口菜, 陆续有人过来回敬。 其中一位借着敬酒的时候, 栖身上前, 手有意无意地拂过我的腰。 我暗自咬牙, 有些事经历过再多, 也没法习惯。 但眼下确实不是发作的场合。 我在心里暗暗给这人记上一笔, 面上却不动声色。 正要接过他递来的酒杯, 呼听那人惊叫一声, 白色的衬衣被酒洒了一身。 楚岁男神色淡淡, 蔡总, 不好意思。 手滑了? 蔡总压抑着怒气去了洗手间。 我没忍住, 翘起嘴角。 一碗山药粥突然被推到面前。 我惊讶地顺着手望过去。 楚岁男眼中, 饮有笑意, 喝点粥垫垫, 我可不想在深夜送简小姐去医院。 提起往事, 我有些尴尬。 之前为了刻下她的代言合同, 我硬是跟祖一个月, 每天不是守在酒店外, 就是蹲守剧组。 吃不好, 睡不好, 再加上时序那边的催促, 结果犯了急性未言。 上前找她搭话时, 一头栽倒在地, 鹅脚擦破了好大衣处, 整个人狼狈不堪。 大概是被我的执着打动, 第二天她的经纪人 就发来了签过字的合同。 周有些烫, 我搅动勺子, 小口小口地喝。 期间有人过来敬酒, 都被她不动声色地挡下。 头一遭, 我在酒桌上安静吃了顿饱饭。 散席的时候, 男人们心照不宣赶赴下一场, 我失去地离开。 储碎男跟我前后脚走出包厢。 他在圈子里的鸣声响亮, 一向爱惜羽毛, 洁身自好, 对酒局后的活动 素来敬谢不敏。 我为席间的事向他道谢。 他将外套随手搭在壁弯间。 简小姐不必客气, 举手之劳。 听闻简小姐最近在筹备自己的公司。 不知代言人的位置是否还空着。 我惊恶地望向他。 所谓代言, 本质是用金钱交换名气, 势均力敌, 才能两两得利。 以他的身份地位, 若真想代言, 有的是大公司捧着钱找上门, 怎么都轮不到我。 天上不会掉馅饼, 我忍不住饭疑。 储碎男神态自若, 任我打量。 过去跟贵司的合作很愉快, 我随母亲信佛, 挑合作伙伴主要看演员。 愉快吗? 要不是他一脸认真, 我都怀疑他在讽刺。 不知为什么, 时序很不喜欢储碎男。 早在奖瑶回来前, 就多次闹着要换掉他, 偶尔在活动上碰到, 也没什么好脸色。 而储碎男对时序也谈不上喜欢, 虽然还能维持表面上的礼貌, 但比对陌生人还要冷淡疏离。 平心而论, 储碎男是个很好的合作伙伴。 敬业, 知名度高, 人品可靠, 不会轻易塌房。 思来想去, 这件事都对我百利无一害。 你是认真的? 他点头, 自然, 那一言为定。 既然堂堂影帝主动于尊降贵, 跟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合作, 我也不会畏首畏尾, 白白错失良机。 与储碎男敲定合作, 带来的好处显而易见。 头一件事, 就是投资不愁了。 海盛集团的刘总笑得有些意味深长。 简小姐年纪轻轻, 背靠大佛却这般沉得住气, 果然长江后浪推前浪。 上了点年纪的生意人, 说话总喜欢云龙雾罩。 我有些摸不着头脑, 只好一笑而过。 第二件事, 使工作室名声渐起, 规模扩大。 我急着招人的时候, 小梦突然来了。 自从我走之后, 特助的位置空了下来, 持续提拔小梦顶了上去。 说是总裁特助, 日常生活却围绕着蒋摇转。 为他引荐人脉, 为他饭局挡酒, 为他收拾残局, 还要忍受他时不时的责骂和刁难。 小梦提到他一脸晦气, 那位蒋小姐人前人后, 两副面孔, 我算哪门子特助, 打砸丫头罢了, 也不知给石总灌了什么迷魂汤, 连公司的规划都不顾了。 蒋摇心高气傲, 听部的同事在背后说我的好。 他自称在国外读过MBA, 没了我, 他照样能辅佐石旭管理好公司。 石旭宠他, 给他在公司挂了职。 结果他在酒局上不知深浅, 明里暗里得罪了不少人。 公司发展受挫, 石旭大发雷霆。 或不舍得对郑主发, 于是小孟这个特助首当其冲, 平白遭受迟余之殃。 百般委屈的时候, 恰巧听闻我创办公司的消息, 于是小孟愤而辞职。 石总再这样放任下去, 公司迟早得完。 我抿名嘴, 石旭是不可能放弃蒋摇的。 当初石旭为了他跟母亲大吵一架, 决绝地从家里搬出去。 三福天在工地上搬砖, 顿顿吃泡面, 住最便宜的连租房, 也不愿跟他分手。 我劝他回家, 他却鄙夷地看我, 见书, 你懂什么是爱吗? 好笑的是, 还没到一个月, 他言之凿凿的真爱就受不了了, 背着他主动找上我, 让我转告他的母亲。 只要肯资助他出国念书, 他就主动离开。 不知道他最后是怎么跟石旭说的, 总之石旭依依不舍地送他离开, 自己也回了家。 只是看我石总带着几分怨气和敌意。 在石旭的世界里, 或许没什么比蒋摇更重要。 家人也是, 公私亦然。 再次见到石旭, 是在青年企业家的酒会上。 蒋摇站在石旭身侧, 一袭得体的礼服, 头发优雅地盘起, 俨然一副总裁夫人的派头。 只是颈尖那条歌血红, 不见了踪影。 石旭看着我, 眼神忧深, 一言不发。 蒋摇面上闪过一丝警惕, 突然伸手 挽住她的胳膊。 蒋特助。 哦不, 蒋小姐怎么在这里? 你已经递交了辞呈, 跟圣华没有关系了, 还来这里做什么? 听说你倒估了一个小公司, 怎么? 是干不下去了, 想重回圣华。 我告诉你, 不可能的, 现在我才是特助。 持续神色移动。 蒋叔, 你的辞职信我没批, 你要是肯回来, 我既往不救。 蒋摇不敢置信, 石旭。 你说什么呢? 石旭没有看她, 定定地望着我。 你回来, 我们之间的约定照旧。 蒋摇的眼神 在我和石旭之间转来转去。 她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 但本能的感觉不对。 她眼神一眯, 伸手抓起一只细长的甜品池, 敲击手中的香槟杯。 清脆的响声, 立刻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力。 蒋摇从包里拿出一枚钻戒, 笑容甜美。 我想请在座各位做个见证, 我打算向盛华的石总求婚。 话音刚落, 石旭一脸震惊。 没等她说什么, 蒋摇已经单膝下跪, 周围立刻响起一片快活的起哄声。 蒋摇仰着脸, 眼中泪光闪闪。 石旭, 我们从大一相识, 风风雨雨走到现在, 已经十四年了。 十年前你向我求婚, 我说先去追求梦想, 等配得上你再回来。 如今我如约回来, 这次换我支持你的梦想。 石旭仿佛呆住了, 她没有看蒋摇, 反而愣愣地转头看向我。 没待我有所反应, 掌声忽然自身后响起。 楚遂男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边。 她举起手中细长的香槟杯, 声音不疾不虚。 石总与蒋小姐的爱情让人羡慕, 助二位白头偕老。 她话音刚落, 周围陆续响起掌声, 不少人走上前去恭维庆贺。 很快, 我便被挤出人群。 石旭脸色发青, 在众人的启哄声中, 任由蒋摇为她戴上戒指。 她的目光穿过人群, 直直地望向我, 眸光沉沉, 仿佛藏着万般情绪。 我接过楚遂男递过来的酒杯, 酒夜红玉, 透过她看去, 蒋摇仿佛披着一身血色。 脑海中又浮现起十三岁的她, 头发蓬乱, 神情张黄的样子。 她一手指着我爸爸, 尖锐的声音几乎变了调子。 是她? 是这个剪破烂的傻子杀了人, 不关我的事。 我平静地举起酒杯, 遥遥示意, 石旭的脸刷得白了。 晚上被一通电话吵醒, 简叔, 你快来一下兰药室酒吧, 我石哥喝醉了。 是石旭的好兄弟潘旭, 我清醒过来, 石旭心情不好时。 总爱跑出去喝酒, 她酒量一般, 每次都喝得烂醉如泥, 得靠我去接。 她身边的好哥们的手机里 都存有我的号码。 无论刮风下雨, 无论半夜几点, 只要接到电话, 我衣服一披, 就开车出去接人。 我将蒋瑶的号码 发给潘旭。 我已经从盛华辞职, 跟石旭没有任何关系了, 以后再有事, 你就找她未婚妻吧。 我摁掉电话, 全缩进被窝。 不知过了多久, 耳边传来 框框地砸门声。 我拿起手机, 凌晨三点半。 我披了件外套, 从猫眼里望了望。 潘旭搀扶着石旭, 站在我家门前。 我皱着眉打开门。 潘旭小心陪着笑, 话里话外, 一推二五六。 简叔, 石鸽死活不肯回家, 非要来找你。 我拦也拦不住, 只好带他过来。 你们有话慢慢聊, 我先走了呀。 他松开手, 一溜烟跑没影了。 石旭的手搭在门框上, 脸颊驼红, 醉眼迷离。 我掏出手机 准备拨打蒋瑶的电话, 却被石旭一手打落在地。 他一把拽住我的手腕, 将我拉到身前, 眉眼压下来, 神情多多。 你, 你和那个姓楚的 到底什么关系? 你还记不记得, 你是我石旭的未婚妻? 鼻息间酒气熏人。 我一手抵住他的胸膛, 将他推远, 冷静道。 石旭, 别闹了, 你忘了吗? 你现在的未婚妻是蒋瑶。 话音刚落, 他猛地张开五指, 戳到我面前, 撕声道。 我没有, 我没有答应他。 他的手指修长, 无名指光秃秃的, 不见那日钻戒的踪影。 我醋了醋眉, 他从口袋里, 掏出那条割血红宝石项链, 递到我面前, 急切道。 我没有把这条项链给蒋瑶, 是他, 他趁我不注意自己拿的。 简叔, 我们在妈妈病床前订的婚, 我从来没想过娶别人, 我只是。 他眼眶有些泛红, 手固执地朝我伸着。 夜风有些凉, 我拢了拢身上的外套, 替他把话说下去。 你只是想再玩一玩, 就像你说的, 有的是年轻漂亮的女人, 往你身上扑, 反正我一直陪在你身边, 结不结婚的, 又有什么区别呢? 而且拖得越久, 我越离不开你。 石须向被人戳中心思, 有些狼狈地避开我的目光。 我望了望他背后黑漆漆的天空, 叹了口气。 石须, 你知道吗? 你算计得没错, 女孩子的青春很宝贵, 我今年三十三了, 在相亲市场上, 是要被人嫌弃一句大龄圣女的。 离开你。 我可能真的找不到 条件更优越的人了, 可我不想再等了。 追随一个不肯回头的人是很累的, 失望不断累积, 内心时刻忐忑, 我在你面前, 就像一个代价而沽的物件, 等着你哪天大发慈悲地垂帘。 可是, 石须, 婚姻不该是施舍和乞讨的关系。 我虽然欠了你妈妈的情, 但这些年, 我一刻不敢放松, 为你拼尽全力, 就算她今天站在我面前, 我也能说一句问心无愧。 石须, 真的, 我不是非你不可。 石须眼眶更红了, 她想也没想地拉住我的手腕。 简叔, 我错了, 你不是想结婚吗? 我们天亮就娶。 我轻轻挣脱她的手, 有些无奈。 石须, 事情不能总是你说了算, 有的你想娶就娶, 想不娶就不娶。 现在是我变了主意, 我不想嫁给你了。 我现在的日子很忙也很充实, 所有的付出都能被看见, 被肯定, 被尊重。 我想, 这样不结婚也没什么。 她盯着被我挣脱开的手, 眼神有些愤怒, 被看见, 被肯定, 被尊重。 简叔, 你说的那个人是储碎男吧? 我早就察觉, 你和他之间不清不楚。 我是有错, 你也不见得清白。 公司代言, 真就非他不可, 值得你停了工作, 跟他在剧组私混一个月。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 那么多大公司请他代言, 他怎么偏偏卖你面子? 一股怒气窜上脑门, 我想也没想, 扬手打在石叙的脸上。 石叙, 你是不是从来都学不会尊重? 别把人想得像你一样脏。 话一出口, 两人都愣住了。 默了默, 我指了指大厂的门, 语气平静。 我困了, 明天还约了投资商, 你走吧, 以后就不要见了。 我没想到会在广袤集团的蔡总身边 见到蒋瑶。 他一身鱼尾裙, 前凸后翘, 水蛇一样贴在挺着啤酒肚的中年男人身上。 视线相撞, 他微微一愣, 脸色有些不自然。 偏偏蔡总擒着酒杯走到我面前, 他也不得不跟过来。 蔡总笑得一脸谄媚, 简总, 多日不见, 风采依旧啊。 不知什么时候有空, 赏脸一起吃顿饭, 聊聊合作, 到时候咱们两家强强联手, 有钱一起赚楼。 我淡淡笑了笑, 蔡总家人在侧, 却还想着跟我谈生意, 不怕人家不高兴吗? 蔡总大手拍了拍蒋瑶的屁股, 笑容猥琐。 女人嘛, 什么时候都有, 多买两个包就哄好了。 还是跟简总谈是比较重要, 蒋瑶的笑容几乎挂不住, 却不敢甩脸。 我看着蔡总油腻腻地笑, 有些反胃, 正想编个借口离开, 储碎男恰好夺步走来。 简小姐, 刘总他们在等你喝庆功酒, 你怎么还在这儿? 她穿着件黑衬衫, 袖子半晚起, 露出线条俐落的小臂, 身姿挺拔, 与头发半秃, 还挺着大肚懒的蔡总站在一处, 对比尤其惨烈。 蒋瑶的眼睛瞬间亮了, 她不动声色地与蔡总拉开距离, 目光楚楚地看着储碎男。 我看在眼中, 微微一笑, 抬手挽住她的胳膊, 向蔡总道了声失陪。 储碎男诧异地挑挑眉, 没有作声。 离开他们的视线后, 我刚想将手从她臂弯抽出, 却被她另一只手指住。 她以手握拳放在嘴边, 滴滴笑了笑。 难得简小姐肯主动亲近, 倒希望蔡总日日都在。 我脸疼得烧起来。 晚上回到家, 想起蒋瑶依偎在蔡总身边的样子, 心里隐隐有些不安。 我想了想, 给小梦打了通电话。 小梦性子活泛, 爱交际, 虽然离职了, 仍跟盛华的同事保持联系。 听我问起石旭, 小梦惊讶道, 简总, 你还不知道吗? 两个月前, 盛华资金链断了。 为了维持运转, 石总把好几套房产都变卖了。 我心下意惊, 自从上次不欢而散, 我刻意忽略有关盛华和石旭的消息, 对这些事一无所知。 只是盛华不是刚起步的小公司, 我离开的时候还一切平稳, 怎么会突然断了资金链呢? 我拨打石旭的电话, 一直到转接语音信箱, 也没人接听。 我又拨打家里的坐机, 依然无人接。 我心里的不安更加强烈。 石旭自小养尊处优, 自尊心强得很, 现在闹到变卖房产的地步, 肯定是走投无路了。 我拿上车钥匙, 匆匆赶去老宅。 门铃按了好一会儿, 也没人开。 我皱皱眉, 从包里取出一把崭新的钥匙。 我自小跟着爸爸四处流浪, 睡得要么是桥洞底, 要么是废弃的建筑。 刚到石家的时候, 什么也不懂。 没见过冲水马桶, 没睡过柔软的床, 更没有过属于自己的钥匙。 石旭的母亲将钥匙交到我手上的时候, 我爱惜地反复妈撒。 在房间里转了一圈, 最终拉开枕套, 将它塞进内心里面。 我轻轻将头枕上去, 心满意足。 这样, 它就不会丢了。 石旭得之后, 戳着我的脑门说我傻, 说钥匙又不是什么宝贝。 本来就是拿来开门的, 我咬紧唇。 它不知道, 这把钥匙对我来说不只是钥匙。 它在黑漆漆的桥洞 和尘土飞扬的废弃建筑中, 开了一道门, 一道通往光明世界的门。 我固执地不肯使用钥匙, 宁愿报夕蹲在门口等人回家。 石旭嘴上嘲笑我, 私底下却又偷偷配了一副钥匙, 放学后酷酷地甩给我。 那, 你现在有两把了, 不用怕丢了。 离开石家的时候, 我将平日常用的那把 放在桌上, 只带走了那把被藏起来的, 从未使用过的钥匙。 留作纪念, 家里一片狼藉, 空酒瓶胡乱地堆在地上, 窗户紧闭, 空气十分污浊。 我拧着眉头 顺着满地的空酒瓶找去, 在我原来的房间里找到了石旭。 他赤脚坐在地上, 头埋在壁弯里, 一身酸臭气。 脚边的啤酒罐歪在一旁, 淡黄的酒叶躺了一地。 我怒火上涌, 举起手包狠狠拍向他的头。 石旭, 你给我起来。 我拽着醉眼迷离的石旭, 一路风驰电掣, 去了石妈妈 位于郊外半山的墓地。 被孙良的山风一吹, 石旭打了个哆嗦, 眼神终于清明了些。 他沉默地看了看眼前的墓碑, 又看了看我。 眼神晦涩复杂。 半晌, 他沉沉道, 你不是走了吗? 还回来做什么? 可怜我吗? 我气不打一处来。 现在是和我赌气的时候吗? 石旭, 盛华不只是你一个人的, 里面也有我的心血。 怎么回事? 公司的资金链 为什么会断? 石旭默了默, 精气神显而易见地 低落下去。 原来那次酒会之后, 他拒绝了蒋瑶的求婚, 直截了当说不会娶她。 但心里又对她感到愧疚, 于是作为补偿, 给了她更多参与公司事务的权利。 结果, 蒋瑶不知怎么勾搭上广袤的蔡总, 在她的忽悠和漫天许诺下, 带着公司的机密跳槽到广袤。 然后, 广袤靠着蒋瑶带去的核心资料, 耍起了阴招。 联合其他几家公司一起打压盛华, 断了公司的资金链。 我一时沉默, 不知该如何吐槽。 石旭这个总裁当的, 跟过家家似的。 不过说起来, 广袤的蔡图茂 之所以对石旭和盛华下黑手, 还与我有些关系。 盛华刚起步那几年, 我和石旭四处找人拉投资, 曾经拉到过广袤头上。 蔡图茂在席间对我动手动脚, 被当时年轻气盛的石旭 一个酒瓶砸在脑袋上, 缝了十四针。 这些年来, 广袤有事没事就给盛华使半子, 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 如今蒋瑶闹了这么一出, 等于正好把刀饼递到蔡图茂的手里。 我挑了挑眉,你想报复回来吗? 石旭眼睛疏地一亮, 你要帮我吗? 在他期待的眼神中, 我摇摇头。 盛华是你的公司, 我不可能拿我的公司做人情, 替你看广袤。 石旭,你不小了。 受了欺负, 不能像个孩子似的赌气撂挑子, 指望别人替你出气。 你是个男人, 是盛华的总裁, 是段文英的儿子, 你得学着自己去扛担子。 石旭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终是咬了咬牙, 我该怎么做? 我沉吟了一下, 不急不徐道。 资金的事情我帮你搞定, 但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 作为交换。 石旭, 你要给我当一段时间的助理。 石旭先是错愕, 随后脸色占红。 简叔, 你是要羞辱我吗? 我诧异地反问。 石旭, 我给你做了十年的特注, 难道这十年里, 你一直在羞辱我? 石旭神情一夜, 那怎么一样? 我痴笑一声, 有什么不一样? 你的业务比我强, 还是因为你是男的, 我就天生应该辅佐你。 石旭哑然。 我收了石旭做助理, 我让他办的第一件事, 就是去富天集团拉投资。 石旭脸色很不好, 你明知道我跟孟美玲的关系不好, 为什么偏要我去? 换一家不行吗? 我竖起三根手指。 第一, 富天集团财力雄厚, 眼下能为盛华注入这么大额资金的公司不算多, 富天算一个。 第二, 我和孟总私交很好, 看在我的面子上, 他是所有公司中最有可能资助盛华的。 第三, 我是总裁, 你是助理, 你得听我的。 石旭的脸黑了半边, 我敲着腿, 做好了他要发火的准备。 谁知他在原地拧着眉头站了一会儿, 还是沉着脸去了。 我翘起嘴角, 不是我故意折腾石旭, 而是他这性子必须好好磨一磨。 孟美玲自小在国外长大, 脾气爽直, 热心公义, 尤其热衷男女平权。 他从前就顶瞧不上石旭一副高高在上公子哥儿的模样。 石旭则反唇相机, 挖苦他没个女人样。 其实私下里我已经跟孟美玲谈好了投资, 石旭这次却不过是做做样子。 只不过他并不知道, 尽管如此, 孟美玲的一张利嘴可不是好惹的。 要想从他手里拿到钱, 石旭得在这位宿敌面前。 彻底放下他大男子主义的自尊。 过了几天, 石旭进到我办公室。 他先倾壳一声吸引我的注意力, 然后语气强装震静。 我拿到复天的投资了, 圣华有救了。 他眼神里透出些小小的得意, 依稀与当年将要是甩给我石拽拽的少年, 重叠在一起。 我和尚文建家, 曼条斯里道, 石助理做得不错, 孟总没为难你吧。 石旭不知想起了什么, 表情有瞬间的扭曲。 过了好一会儿, 他有些别扭道, 孟美玲好像也没那么讨厌。 我呃了一声, 挥手让他出去。 埋头回了几封邮件, 一抬头, 才发现他竟还没走。 视线像处, 他的眼神不自在地别开。 我摇了摇头, 继续处理邮件。 半晌, 我听见他滴滴问道, 剑叔, 你以前也不得不 这么低三下四地求人吗? 我抬起头, 一脸错愕, 石旭神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抿了敏唇, 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助理这份工作, 石旭逐渐得心应手。 每日按时到岗, 从不迟到, 比当总裁的时候还勤奋。 高高在上的架子也放下不少。 如今已经能神色自若地 跟人进行自我介绍。 你好, 我是简总的特助, 石旭。 小梦私下和我嘀咕, 石总这事赚了性了。 前两天居然还跟我道歉, 说以前不懂事, 给我添麻烦了。 我诧异地挑挑眉, 心血来潮的主意, 没想到效果这么立竿见影。 可见男人不能惯着, 警察打来电话的时候, 石旭也在。 我挂断电话, 什么都顾不得, 拿上车钥匙就匆匆地往外跑。 石旭想也没想地拿上我的外套, 跟在后面追。 简叔,你慢点。 赶到医院的时候, 那位姓张的警官已经在门口等着了。 他神色有些复杂。 简小姐,请跟我来吧, 那个证人快不行了。 我几乎是踉呛地跟在张警官的身后, 石旭上前两步想要掺我, 被我躲开, 只好沉默地伸出手在背后虚伏着。 电梯门开, 里面的人陆续往外走。 我心乱如麻, 满脑子都在想接下来的事, 并没有注意。 正要往里进时, 忽听一道熟悉的声音响起。 简小姐, 你这是不舒服?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 我惶惶地抬起头, 只见储碎男和一位气质优雅的中年女士正站在我面前。 两人眉目间有些相似。 储碎男见到我的神情。 微微醋了醋眉, 不带她说话, 那位女士先微微一笑。 碎男, 你有事就先去忙, 外面还有讲秘书。 见小姐这边, 你跟着去, 看看有没有能帮上的。 储碎男轻轻汗手, 转头跟着我进了电梯。 我强行吻了吻心绪, 连忙开口道。 你有事先去忙, 不必陪着我, 我没事的, 只是要探望一个病人。 储碎男笑了笑, 嘴角弯起的弧度 与那位女士如出一辙。 简小姐, 我母亲是这家医院的董事, 有我在, 说不定有能帮得上的地方。 简小姐不必有心理负担, 这与我对你的追求无关。 我想了想, 没有拒绝。 时序在一旁沉着脸, 眉头拧成死结。 尽管有了心理准备, 真正站在恨了好些年的人面前, 我还是吃了一惊。 病床上的脸消受枯稿, 面上浮起一层青灰色。 眼前人与记忆中那个白白胖胖, 整天笑得乐呵呵的 馒头店老板, 怎么也联系不起来。 他一见我, 便开始抽烟, 眼泪顺着被化疗折磨的枯瘦苍白的脸上滑下。 小叔, 你, 你这些年过得好吗? 都怪我, 我, 我不是人, 我对不起你和你爸爸, 如今遭了报应。 他呜呜地哭着, 只是不知道这眼泪里, 有几分是为自己的命运悲叹, 又有几分是真心感到懊悔。 张警官一脸公事公办, 张大春, 人已经给你带来了, 现在可以说了吧? 张大春磨磨眼泪, 当年铜花像那个小孩的案子, 我, 我说了谎, 那件事与剪傻, 剪成无关, 他是跑去救人的。 那个小孩, 是被同行的那个小姑娘推倒, 头磕在石头上断气的。 张警官开着录音设备, 一脸严肃地追问, 你既然看到了, 为什么当时问讯时没有说实话, 反而诬告剪成。 张大春捂着脸, 我也不想的, 可他爸找上我, 给了我一大笔钱。 那个时候, 我的馒头店不景气, 老婆整天跟我吵, 我, 我不知怎么就鬼迷心窍收下了。 他抬起头, 脸上泪痕纵横。 小叔, 我对不起你爸, 也对不起你。 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以为他只是关几年, 哪里想到他, 他那么烈性, 一头撞死啊。 我真的没想到, 我不是个坏人啊, 你忘了吗? 你和你爸没饭吃的时候, 还是我拿馒头给你们的呀,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你, 你能不能原谅我, 让我走得安心点? 我鼻子发酸, 我鼻子发酸, 捏紧拳头, 努力不让眼泪当着他的面掉下来。 我盯着他的眼睛, 我盯着他的眼睛, 一字一顿道, 你的馒头钱, 我可以十倍还给你, 我爸爸的命, 你能还给我吗? 张大春哭声一叶, 对上我冷冰冰的眼神, 脸上逐渐浮现绝望。 出病房的时候, 我的意识仍混混顿顿, 脑海里全是爸爸 咧着嘴冲我笑的模样。 脚下没留神, 被放在门口的马闸一半, 差点向前扑倒。 楚岁男眼疾手快地扶住我, 声音很稳。 简小姐, 小心脚下, 往前看。 我深吸一口气, 抬起头到了声泄, 视线扫到时序, 她的手伸在半空, 脸色从方才起, 就白得不像话。 有了这份新的证词, 我爸的案件得以重启。 张警官搓着手, 一脸为难。 简小姐, 这是最好的结果, 就是恢复你爸的清白。 至于蒋瑶, 她当时只有十三岁, 法律上还是未成年人, 没法追究她的刑事责任。 我心下一沉, 虽然早有预料, 但从警察嘴里听到, 仍然止不住地失望。 楚岁男扶着我的肩, 沉声道, 不要泄气, 法律制裁不了的, 还有舆论和道德。 从医院出来后, 我精神不太好, 时序执意开车, 送我回家休息。 一路上她捧着脸, 一言不发, 眼神几次三番, 偷偷瞟向我, 却又不说话。 我正心情烦躁, 又想起她与蒋瑶的纠葛, 如今在见到她这一副 语言又止的模样, 气不打一处来, 抓起手边的玩偶, 发泄似的砸到她身上。 别来烦我。 玩偶精准砸到她的脑袋, 硬翘的鼻子 从她太阳穴擦过, 留下一道红痕。 我愣了愣, 时序看了我一眼, 敏敏唇。 坐稳了, 马上就到家了。 时序一路急迟, 将我带回十家老宅。 我皱眉, 你这是什么意思? 时序默了默, 艰难地开口。 见书, 我真的不知道 事情真相是这样。 蒋瑶对我说的是, 她指证了你的父亲 是杀人犯, 然后, 她受不了压力, 畏罪自杀。 她说着说着, 杨首给了自己一巴掌, 白皙的脸颊 顿时浮现出五道纸印。 我眼瞎, 识人不清, 还逼着 你给杀父仇人工作, 我真他们是个混蛋。 蠢货。 她眼眶红了红。 见书, 你走了以后, 我才发现, 家里, 公司里, 生活里处处 都像是缺了什么, 我整日, 整日地提不起精神, 不然也不会将公司 交给蒋瑶。 我们一起生活了二十年, 早就是一家人了, 以前是我傲慢自大, 自以为是, 仗着你对我的好, 仗着我妈对你的恩情, 有恢处无恐。 你说得对, 我心里阴暗, 卑鄙狡诈。 其实, 我一边依仗你, 一边嫉妒你。 我惊讶地看向他, 时序, 十家金尊玉贵的少爷, 嫉妒我。 他垂下眼帘, 嘴角浮起一丝苦笑。 你不知道吧, 我从小就嫉妒你, 小时候嫉妒你成绩比我好, 嫉妒你总是轻而易举地 得到妈妈的夸赞, 长大了嫉妒你工作能力强, 事事都做得比我好, 公司大事小事都仰仗着你。 公司出了问题, 下属第一个想到的不是我, 而是你简书。 酒局上推杯换盏, 人人提起盛华, 也只说多亏有个简特助, 我这个总裁就像是个空架子, 人人的眼光只追随你。 所以我鬼迷心窍迷上讲谣, 因为他的眼里只有我。 在他那里, 我终于能体会到被仰望的感觉, 感受到男人的尊严。 他自嘲地吃笑一声, 现在才发现, 连那个满心满眼都是我的女人, 都是假的, 是为了我的钱而来。 而这些钱还是你简书挣来的。 现在想想, 我他们真是个自以为是的跳梁小丑。 原本我以为, 我只是嫉妒你, 可后来你身边来了个处碎男, 我才发现自己嫉妒的发疯。 多可笑。 我一边因为嫉妒而推开你, 一边又疯狂嫉妒你向别人靠近。 Z。 他偏过头看向窗外, 不让我看到他的眼睛, 声音有些颤抖。 我太嫉妒了, 每天吃不下睡不着, 所以我就想啊, 我还能怎么打败你呢? 你太优秀了, 我什么都比不过你, 好像唯一能报复的, 就是推迟你心心念念地结婚了。 我就想着, 再等一等, 再拖一拖, 等你别无选择了, 等你没那么光彩照人了, 我就跟你结婚。 到那个时候, 你就会知道, 最后留在你身边的只有我。 我在妈妈的墓碑前暗自发誓, 到那个时候, 我会一辈子对你好。 多年积攒的委屈铺天盖地涌上心头, 我的眼前蒙上一层水雾。 过去每当时序轻描淡写地回避结婚话题, 我都会无数次地怀疑自己。 是不是我还不够好? 是不是我做得还不够多? 是不是他嫌弃我是捡垃圾的流浪而出身? 我拼命地学习, 玩命地工作, 想让他忽略出身, 看到我的价值。 没想到, 阻碍他的不是我低到尘埃里的出身, 而是我奋力追求光明时身上迸发出的光芒。 石旭被这光芒刺伤了眼, 说不清是愤恨还是委屈更多一些。 我咬牙切齿, 石旭, 你可真是个混蛋。 石旭抬起胳膊, 擦了擦眼, 这才转过头来。 他眼睛红红地, 干脆地点点头。 这些日子跟在你身边, 我才真正体会到你当初有多辛苦, 我以前又有多混蛋。 我甚至不敢回想, 咱们一穷二白的时候, 你一个孤零零的女孩子, 是怎么一步步熬过来的。 简叔, 我真的醒悟了, 今后我会努力学着做一个总裁, 做一个有担当的男人, 不任性, 不混账。 你, 你能不能原谅我? 能不能给我一个重新追求你的机会? 这一次, 我想堂堂正正地追求你, 因为你值得。 我以为石旭只是随口说说, 谁知他真相换了个人一般。 不但在公司里虚心向人请教, 就连外头酒局也能跟人谈笑风生。 第一次看到这画面时, 我简直难以置信。 要知道, 从前时序最不喜欢的就是酒局。 尤其讨厌被逼着与陌生人虚语尾夷, 端着笑脸四处攀谈。 他不止一次当着我的面吃笑。 喂, 简叔, 你怎么什么热闹都网上凑啊? 那些人你认识吗? 人家知道你是谁吗? 那个人都不拿正眼瞧你, 你还乐呵呵的, 热脸到贴冷屁股, 你不觉得磕疹吗? 烦死了, 你干嘛这么卑微啊? 是故意演给我看的吗? 表演吗? 当然不是。 我不爱喝酒, 也不是天生开朗会社交, 只是人脉和合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两个人之间总要有一个人去行动。 你得想尽办法地去结交, 自建, 笼络, 摸清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 搭建起自己的人脉网络。 这话我曾经跟石旭说过无数回, 但他总嫌我多事, 如今我不劝了, 他反倒自己想开了, 人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 等他想醒的时候, 自己就醒了。 集场酒局混下来, 石旭逐渐游刃有余。 石旭的母亲是一位响当当的女强人, 她自小跟在身边, 眼界手腕其实都不差, 只是过去又于少爷脾气, 自视甚高, 不肯屈尊。 如今, 盛华借着孟家的资金, 枯木逢春, 其死回生。 石旭又一改往日脾性, 八面玲珑的社交, 重回巅峰。 想来不过是时间问题。 我正走神的时候, 海盛集团的刘总 拍着胖胖的渡男, 过来跟我敬酒。 谈笑几句, 我正要一饮而尽, 却被不知何时走来的石旭挡下。 他笑得如沐春风。 刘总, 简总最近胃不好, 这杯我替他喝。 刘总一脸暧昧, 宠我几眉弄眼。 简小姐,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一块金香玉, 一块玉香金, 难选咯。 我哭笑不得。 酒局结束后, 石旭在卫生间里, 吐了个昏天黑地。 人出来的时候, 脸还是煞白的。 我皱眉, 我自己处理得了, 你又何必逞能? 想起他曾经的话, 我不禁冷嘲。 是故意演给我看的吗? 他神情一致, 瞳孔被这话刺得缩了缩。 半晌, 他嘶哑着嗓子开口。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想体会一下你当初的感受。 我叹了口气, 盯着他的眼睛认真道。 石旭, 我说过了, 覆水难收。 楚岁南的简讯发过来的时候, 我正打算睡觉。 讯如其人, 简洁了当。 成了。 我点开微博, 楚岁南刚置顶了一条, 名为《铜花像宜云》的 网络短剧宣传视频。 并爱特了剧中扮演女主角的蒋瑶。 我顺慢摸瓜, 摸到了蒋瑶的微博。 微博认证是 海天传媒旗下艺人、 演员、 舞蹈家。 我满意地笑了笑。 海天传媒是由我牵头, 孟美玲的富天, 刘总的海盛集团, 以及楚岁南 共同参与持股的传媒娱乐公司。 直到不久前, 我才知道 楚岁南不光是三金影帝, 医院董事的儿子, 还是行业巨头 鸿生集团的太子爷。 楚岁南受我之托, 亲自出面签下蒋瑶。 早在之前的酒局上, 我就看出蒋瑶对楚岁南有益。 楚岁南年轻英俊, 事业有成, 前途不可限量。 与庸俗好色的蔡图茂相比, 自然是更优质的选择。 何况, 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 蔡图茂的公司陷入麻烦了。 我太了解蒋瑶的心性了, 趋利避害, 损人利己,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当初她父亲破产, 背上巨额债务, 她转头就跟着母亲改嫁。 可惜继父能力平庸, 是个坐吃山空的二世祖。 没过几年, 家产就被挥霍一空, 蒋瑶历时就攀上了时序。 我故意联合复天, 海胜联合对蔡图茂的广袤进行打压, 令广袤资金吃紧。 蒋瑶嗅觉敏锐, 见机不对, 立刻抽身。 迫不及待地接过褚穗男抛来的橄榄枝, 她以为接过的是救命稻草。 可惜, 那是她的催命符。 海天传媒给她的经济约, 一千十年, 中途为约, 赔偿金高达五千万。 公司给她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跟褚穗男搭档拍戏。 蒋瑶喜不自胜, 沾沾自喜地认定褚穗男对她有益, 不然三金影帝 怎么会跟一个新人搭戏呢? 还不是为了给她铺路, 因此她在公司极尽嚣张, 得罪了不少同行和经纪人。 褚穗男的确在为她铺路, 只不过, 铺的不是青云路, 而是黄泉路。 蒋瑶看到剧本名字的那一刻, 就傻眼了。 铜花像, 那里藏着她此生不敢提及的阴暗秘密。 可惜, 合同大于天, 她要么乖乖拍戏, 要么赔偿五千万。 蒋瑶哪里拿得出钱, 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她想敷衍了事, 谁知导演是圈里 有名的完美主义者。 一遍不行, 十遍。 十遍不行, 一百遍。 一百遍不行, 一千遍。 反正这部剧预算充足。 背后的投资商说了, 不计成本, 只看剧的质量。 蒋瑶哪里吃过这种苦, 演到最后咬牙切齿, 眼神很利, 颇有些风魔的样子。 导演在镜头后一脸惊喜。 对, 就是这种效果。 你就照现在这样演。 绝了。 铜花像遗云 是根据当年的案子进行改编。 除了将凶手从十三岁的孩童 改成三十三岁的成年女性, 其他细节几乎丝毫不差。 楚岁男亲自出演男主, 一个带着女儿的低智力的流浪汉, 热心救人, 反被诬告是杀人犯。 为了女儿不受白眼, 在用口袋里最后几毛钱, 给她买了一颗棒棒糖后, 毅然决然地 一头撞死在案发现场。 她不聪明, 也没有钱。 除了死, 她没有别的办法自证清白。 剧本是楚岁男搭上人脉, 找了圈里最好的编剧, 打磨出来的。 都说剧好不好看, 一看编剧, 二看导演, 三看演员。 铜花像遗云, 三者兼备。 短剧一上线, 迅速燃爆网络。 对于剧情的讨论, 逐渐蔓延到现实。 旧日的铜花像还在, 当年经历过此事的人也还在。 他们在网上陆续发声, 指出当年案件的疑点。 有人说, 那流浪汉性情温和, 多年来从未有伤人的举动。 有人说, 那流浪汉死后, 他的女儿不知所终。 还有当年小卖部的老板, 让孙子在网上发声。 夸电影情节还原, 当年那流浪汉死前, 真的揣着三毛钱, 在他店里买了一根棒棒糖, 还是草莓味的。 因为老板跟他说, 这个田, 公众的焦点由铜花像怡云 转向二十年前, 那起七岁幼童死亡的真实案件。 网友们化身福尔摩斯, 寻根究底, 竟然挖出当年在场的 十三岁女孩的真实身份。 正是如今饰演女主角的蒋瑶。 这个消息, 如惊雷乍响, 镇的所有人目瞪口呆。 网上对于蒋瑶的讨论 到了如火如荼的地步。 他的更多个人信息被扒出。 抛弃破产的父亲, 扔下多病的母亲, 大学榜上富二代, 后来又背弃他出国, 回国后居然还当众扮演深情。 海外的网友也陆续传回论坛消息, 助力国内吃瓜。 据说, 蒋瑶在留学时的私生活也十分混乱。 恰在这时, 警方那边结束调查, 发表了案情通报。 二十年前, 童花向七岁幼童意外身亡案, 系十三岁的未成年人所为, 与简程无关。 尽管警方通报并未提及 那位未成年嫌疑人姓名, 但经过这么长时间的舆论发酵, 所有人都知道那个人的名字。 储碎难掩得太好了。 他进片场前, 连续一个多月泡在我家, 几乎掏空我脑海里 所有关于父亲的记忆。 等到成片上映, 所有人都不自觉共情到 那位可怜可敬的父亲。 因而对诬告别人, 还不知悔改的蒋瑶 更加深恶痛绝。 一时间, 杀人犯、魔鬼、 恶毒这些词条 与蒋瑶牢牢绑定在一起。 听说他的私人号码和邮箱里 每天都会收到 成百上千的威胁电话和短信。 他哭着求公司 帮他安排出国暂闭, 却被经纪人拒绝了。 经纪人说, 黑红也是红。 趁着此时热度还在, 抓紧给他接了热门综艺 和各家电台的采访。 蒋瑶瞬间翻脸, 往地上一坐, 蹬着腿说不干了。 经纪人慢悠悠道, 行啊, 那就等着法院的床跳吧。 哦,对了, 记得准备好五千万的违约金。 庆功宴上, 我作为投资方, 做了一个重要决定。 这部短剧的所有收入, 将用来创立一个基金。 名字就叫铜花像, 专门用来帮助那些身陷麻烦, 却请不起律师的残障人士。 我希望他们知道, 除了死, 他们还有其他实现正义的方式。 庆功宴当天, 石旭现身了, 我有点意外, 圣华刚回到正轨, 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石旭估计是百忙之中抽身过来, 几个月没见, 他销售了很多, 眼神里多了些沧桑。 他派人送来一个花篮, 我吩咐工作人员陈列在外层大厅, 与其他生意伙伴送来的, 放在一起。 他自嘲地笑了笑, 没有专门给你带花, 怕不合适, 也怕你不肯收。 恭喜你, 为你父亲沉渊昭雪。 我想, 有你这样优秀的女儿, 他一定会引以为傲。 我默了默, 道了声谢。 曾经有很多话想对他说, 他总不耐烦地转身离开, 只给我留一个背影。 如今他站在我面前, 一副洗耳恭听的模样, 盼着我说些什么, 我却没有什么话想讲了。 然而他看我的眼神实在可怜, 目光恋恋不舍地在我脸上流连。 我想了想, 从包里抽出一张洗帖, 那是为剧组的朋友准备的。 下月初八, 金院酒店, 石总若是有空, 欢迎届时赏光。 他面色一白, 千金重视的, 缓缓地从我手中接过洗帖。 洗帖是储碎男亲手设计, 他是个完美主义的手工达人。 洗帖从纸张材质, 图文设计, 还有毛笔字体, 都是他一手设计, 反复斟酌。 来来回回, 设计了十几版, 我被他问得烦了, 随手抽出一张, 就他吧。 储碎男看着洗帖, 点头附和, 病地花开, 照头极好。 我看着剩下洗帖上的秦色和鸣, 凤凰鱼飞, 鸳鸯笔异等主题, 一时无语, 时序地手轻轻抹扎着洗帖上的病地帘, 沉默无语。 半晌, 他抬起头, 抢笑道, 好, 以前你很多重要的时刻, 我都缺席, 这一回, 你的人生大事, 我一定到场见证。 说话间, 他的眼睛悄然附上一层薄薄的雾气, 波光凛凛, 是流动的哀伤。 我动了动嘴, 刚想说点什么, 恰逢剧组的人喊我过去拍照。 等我再回头时, 时序已经不见了踪影。 一个精巧的手势盒, 静静躺在桌上。 我很熟悉, 不用打开, 我也知道里面放着什么。 一条割血红宝石项链, 腰间突然还上一只手臂, 储碎男将下巴搁在我的肩上。 在瞧什么? 我漫不经心地笑了笑。 没什么, 不知谁落了个手势盒, 待会儿得物归原主。 对了, 喜糖你选好了吗? 优优优独播,